经浪大厦 是陆家嘴第一栋超过四百米的超高层建筑 修长稳健的外观 酷似中国宝塔 八角形的建筑样式 楼高八十八层 中国人钟爱的数字八 在设计的建筑中 被反复使用 你可能想不到 将中国传统情怀演绎得淋漓尽致的 是一位来自美国的设计师 在大楼边缘 我们发现这群挑战者正在尝试云端漫步 他们身处的无护栏步道距离地面三百四十米 可以想象他们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新悬一线的奇妙体验 经贸大厦旁的环球金融中心 顶部有一个梯形洞口 人们给他取了个外号 叫做启瓶器 四百九十二米高的大楼 好比一张风帆 越高就越招风 设计师大胆地在建筑顶部流出风洞 让风从中穿过 以此降低风力对大楼的冲击 很快 环球金融中心的身旁 出现了一位更高的邻居 云端之上的世界 让我们重新认识这座城市的高度 上海中心大厦 高六百三十二米 是目前中国最高的建筑 超过五十万平方米的室内空间 填满一百二十七层楼 整栋摩天大楼 可以容纳三万人在此工作和生活 这是一座致力于降低能耗的高塔 大厦顶端的风洞口 安装了两百七十台风力发电机 用来收集高空风能 提供大厦部分照明用点 楼顶的塔关部分 设计了螺旋形的雨水收集系统 将雨水导入巨大的水箱 供大楼循环使用 这块寸土寸金的土地上 每一栋大楼都是站着的金融街 从陆家嘴辐射上海 这座城市的金融中心 正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时代 时光倒回三十年前 这里还只是一片茫茫田野 他幸运地赶上了上海急速发展的时代奇迹 浦东成为新的造梦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